而民進黨智庫執行長林全 也是這次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蔡英文的財經幕僚之一 他接受《經濟日報》專訪時 談到政府財政稅收還有長照產業的看法 來聽聽他怎麼說 身穿白色襯衫 民進黨智庫執行長林全 談到明年度就要上路的財政健全方案 被外界視為史上最大加稅案 林全認為加稅是下下策 而唯一解決的方法 就是靠經濟成長來帶動稅收增加 另外民進黨宣示推動省下一座核電廠的計劃 林全認為社會大眾對於核電 普遍信心不足加上台灣面對處理核能技術 在沒有保障的能力之下 反核生浪恐怕是不可避免的趨勢 而民進黨提出的新能源政策目標就是要在2025年 將再生能源發電量佔比從4%提升到20% 因此開發再生能源是當務之極 而首要發展的就是太陽能發電 此外民進黨發表10年長照2.0版本 認為台灣長照體系應該選擇稅收制而非保險制 透過稅收制來增加長照服務產業 民進黨智庫執行長林全 從台灣稅改政策再生能源開發 以及長照體系等議題拋出見解 不過能否具體落實恐怕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經濟日報 葉佳華台北報導 建立日報 增加復賓代替